第三个呢更加重要 你这诚信的货真价实它是基础 你还得经营有道 何为经营有道呢 咱举个例子啊 全聚德 全聚德有一阵要扩大经营规模 可是没那么多钱 全聚德想了个办法干嘛 提前卖鸭子票 就说你呀 花这个钱当然是打折了 比你直接买鸭子要便宜 你提前买我这鸭子票 到时候你拿这鸭子票 你就到我这个饭店来 直接给你弄好热热乎乎鸭子 你送过去 甚至这鸭子票呢 你可以送人 谁想吃呢 你拿鸭子票换就完了 其实跟我们现在什么 那个大闸县的卷 月饼卷是一回事 它是一种期货的形式 可它通过这个方式呢 提前把资金弄上来了 提前扩大生产规模了 而且拿了鸭子票呢 成了它固定的回头客 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 一种期货交易方式 就一种货物卷的方式 你看看这全聚德创新 可是呢 很不幸的 我们今天在意统一老字号 不仅质量难和过去比 数量也下降的厉害 而且这些老字号就是 20%没了 70%惨淡经营 没到时候知道 只有10%发展状况好 为什么大多数老字号都不行了呢 头一个 有些老字号 他不管是手也好 还是产品也好 他都有传承 由于过去呢 什么传男不传女 传内不传外 教会徒弟都得留一手 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很多记忆传不下去了 就是在现在出产 这老字号不正宗了 大家当然就不认了 第二个经营理念落后了 你像我们刚才说日程商票号 原来是为了能够讲诚信呢 把握点只用山西人 到后来人家西洋银行开启之后 他这理念就全面落后了 跟不上这时代了 还有第三个品牌没有维持好 换多少个东西了 以为我这老字号有人买 我就可以糊弄事 结果就出现偷工减料 货不真价不实了 最后把老主顾得罪走了 还有第四种情况呢 不能够与时俱进 扩大规模 往往被同类竞争者就给压住了 你像咱们不少朋友说喝凉茶 我那时候去广州发现 大街小巷呢 王老吉没有黄振龙凉茶多 哎 经常黄振龙凉茶摆个摊 黄振龙本来也是名牌 可是呢 在现代经营过程当中 你也没有抓住机会 就不像说王老吉 这样后来跟加德宝集团合作 一下子把品牌打的 大江南北都知道 就说像黄振龙凉茶这个牌子 没有抓住历史局 扩大规模 所以这都是现在老字号啊 很多消失了 或者经营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那么时至今日呢 我们迎来了真正的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 大家也认识到品牌 对于企业的这种重要意义 因为一流的企业 它是要做好品牌的 而且中华老字号呢 不同于我们现在新生的商业品牌 你看西方国家有很多大品牌 这种品牌里更多的这种文化概念呢 往往是经营之道 现在的风土人情 唯独中华老字号呢 它记认的是中华民族啊 上千年的历史文化 道德传统 文化内涵 我们在这个餐饮服务和平常服务行业当中 你在享受这个产品的同时呢 你能体会到中华民族 远远流长的传统文化 这种感觉 是世界其他国家很难具有的 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一种独特的优势 那么我们为了传承自己 国学当中的经典东西 传承传统文化当中 最合理的精华部分 维护中华老字号 也是我们后辈应有之一 我们得做好这方面的儿子